Hello,大家好,我是阿毛奖 今天作为一个超鬼王的攻略 这个视频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超鬼王的发现 第二个部分是超鬼王的种类划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你们最想看的 超鬼王阵容公式和御魂待法 那我们就继续吧 先来看一下如何快速的发现超鬼王 御魂有三层 所以肯定是建议大家打觉醒 御魂不太好的就打六层 好的话我们打十层 阵容的选择建议你带一个 二号威士速度的大天狗 然后再带那叫什么 带一个火灵狗粮 对,你不要指望你的队友 会给你带打火机 真实情况就是他们只会上狗粮 或者是那种少个御魂的输出 所以建议这两个视频 你还是自己带好 然后刷十层的话 也是不带十发鬼的 因为带十发鬼 对那个鬼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边我是带了一个二号位速度的次灵 再加一个二号位速度的扇风 五秒就解决问题了 再来看看超鬼王种类的划分 看了这个你才知道你发现的超鬼王应该怎么去应对啊 先把黑名单和白名单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解说的话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我建议你们把我做的这几张图都解一下 遇到这些鬼王尽早的公开就好了 如果你比较哦刷出了白名单上的鬼王 就千万不要傻乎乎的公开了 赶紧先闷着头单吃吧 一个鬼王好不好打就取决于他自带的那个技能 这里我把八个最让人头疼的技能都举例在了这里 一会儿后面我们会详细讲的 对 会跟着这个阵容公式一起去讲它 首先是低星的小怪肃清 这个打一到三星都是可以一波打过的阵容 丑女 追月 两面佛 加大天狗 加青鸡 我不建议带双佛 因为双佛的话鬼火不太够用 两个输出都是真女报伤 或者日魂不太好就带真女报鸡套 青鸡是土蜘蛛血幽魂 既可以减防也可以冻住对面的小怪 让我们有更多时间输出 追月肯定是招财 这个也不用我多说了 没有人带火灵吧 丑女 推荐带青鸡 当然你最好准备两只 因为在单体的时候带狂骨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普通小怪 跟前面的变动就是 我们把大天狗换成了灭灵器 然后丑女也换成了蜜桃 能给我们提供奶 还能顺便拉个条 反正我觉得比书翁是要好用一些的 玉魂戴法是速生报的招财 然后面灵器我也更推荐大家带招财爆伤一点 因为这个鬼火的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够用 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带一个招财的青形灯 就是之前给大家看过的 超鬼王八大魔鬼技能里面那个厄运 厄运是能增加你每个技能的鬼火消耗的 这个时候咱们的火肯定是不够用 所以带一个招财青形灯来回一点火 普通单体的最优选择是 这个书丑离吞吞 丑女御魂不用带心眼了 换成狂骨 书翁带生生生 不需要带暴击了 因为你两个酒吞肯定是能打满的 为了增加输出 我不知火的御魂也是带的破事 两个酒吞建议是带两套狂骨的 但是我又只有一套 所以我还是一个狂骨一个破事 没有两个吞的话 就带一个酒吞一个针天就好了 再给你们看看 没有离吞吞的打法 追书丑 带两个刺目 两个刺目还是没有的话 就把一个刺目换成青鸡 这样你生生生的疏翁伤害 依然是可以榨满的 因为青鸡有那个减防 辨证是挺多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此战是说 那个超鬼王带的小怪 都没有办法打死他 他最后都会剩一滴血 然后他们也会照常放弃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硬要去跟他钢 是要花费很长时间的 需要用反伤把它打死 推荐阴阳师带八百比丘尼 用那个反伤占卜 套在你队友身上 然后再带个独眼小僧 这个小僧是我今天刚抽出来的 昨天就把这些阵容给写好了 所以没有独眼小僧 只好用一个独眼大僧代替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 普通小怪的阵容 正常打就好了 把它打得只剩一滴血 再换上八百比丘尼和小僧 把小怪打死了之后 也可以用之前的那个 普通单体的阵容继续打 达摩的技能效果是 它会召唤一个战位达摩 在达摩存在的期间 我们仇女没有办法插巧人 这个达摩会在承受40次攻击之后消失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打满40次 因此要带一个多段式身 多段式身 我推荐是带这个犬页叉 没有犬页叉的话带1也可以 段数越多越好 带完全页叉之后 你可以再带一个刺目 因为40次打起来还是挺快的 可以再带一个单体输出的 这个输出就看你怎么选了 可以带刺目 也可以带当天的特工式身 多段式身 欲魂是带真女 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再讲这个厄运 类似厄运的技能 还有渡火和涌动 这三个技能 都是能让你鬼火条很难受的技能 解决方法最优 当然还是你直接带犁吞吞 厄运在犁吞吞面前什么都不是 没有犁吞吞的话 你就带酒吞 再补上一个针天 最后带一个花鸟 因为不知火会让你的输出自带吸血 它们就有自保能力 但是没有不知火的话 我们就只能带一个花鸟来奶一奶队友了 光疏瘟一个人的奶有些不够 雨屏障的效果是 每一段伤害都存在上限 主要是用来限制疏瘟和单段爆发 伤害很高的那种事实 比如刺目啊之类的 但是对多段事实影响就并不大 那我们这边带两个多段 一个犬列叉一个亿 丑女和追悦御魂也是不变的 最后再补一首蜜桃 没有带书翁也没有奶了 带个蜜桃是肯定要的 这个是没有犁吞吞的解决办法 当然如果你有犁吞吞的话 咱们还是继续用犁吞吞来解决 哎我现在发现啊 现在的超鬼王有个犁吞吞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为这里限制了疏瘟的爆发伤害 所以我们也不带书翁了 我久吞呢 我久吞呢 在这里 我是真的虾 然后再带一个真天 把书翁那个位置换给真天 书翁咱们不带 也怎么带了是一个花鸟 丑女不知火加三个普攻输出 这个就是有不知火怎么打雨屏障的真 就在这里了 静默的效果是 在受到伤害时 有概率沉默伤害人 就是只要你打他 他就能沉默你的意思 所以我们肯定要带一个驱散 这个驱散比起SP鱼 我更建议你带一个树珠 欲魂带真女 在驱散的时候还能补一手输出 然后看看魅影 速度高于自身时 伤害增加 速度低于自身时 伤害减少 主要他就是针对那些低速缝魔队 全队低速 打他就几乎没有伤害 这个时候把丑女 换成一个高速的就好了 处理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伏击这个技能也很恶心 特别耗时间 在你用鬼火的时候 他必定反击你 你动死他动死 所以这里还是建议 我们继续用黎吞吞 不用鬼火 当然没有黎吞吞的话 他这个反击打人是很疼的 所以把那个蜜桃 换成一个钝系式绳 带衣木帘会稳一些 再讲讲奖励的优先级吧 兑换优先级第一个肯定不用我说 你那个SSR跟SP兑换券 这肯定是第一个要先换的吧 48万 留好分先换这个 然后我会换黑蛋 黑元胖真的在这个游戏太值钱了 还有五星白蛋 这两个我也是必换的 再接下来我比较喜欢换体力 我会把这里面的体力全部换光 再换金币啊 皮肤券啊 结结卡之类的东西 最后我再是开箱子的 反正我的优先级 就跟你们先说了 当然大家还是各取所需 喜欢换什么换什么嘛 那今天的攻略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都能达到2000万 然后加我好友给我蹭分 松之仓 爱迪阿毛将 你们都懂呢 下次再见了 拜拜